美日韩峰会分别通过了美日韩磋商承诺以及戴维营原则 其中美日韩磋商承诺缠明三国在面对共同安全威胁时 分享情报以及协调行动 而戴维营原则表明三国强烈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 美日韩磋商承诺缠明三国政府承诺 在面对影响三国集体利益和安全的区域挑战挑衅及威胁时 迅速相互进行三方磋商以协调反应 通过这些磋商三国打算共享情报调整信息并协调应对行动 美日韩磋商承诺有列明三国保留采取一切适当行动 维护安全利益或主权的自由 无意产生国际或国内法规定的权利或义务 至于戴维营原则三国提出了一系列原则 包括继续在尊重国际法共同准则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 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强励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脅迫改变现状的企图 坚定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团结 以及东盟主导的地区架构 与太平洋岛国和太平洋岛国论坛密集合作 致力于根据联合国安领会相关决议 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 致力于朝鲜进行无条件对话 支持一个自由和平统一的朝鲜半岛 重申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 将继续尽一切努力 确保不再使用核武器 而在台海问题上 三国重申 台海和平与稳定 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 三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